騎士打出右轉燈 龍頭一轉前輪壓到突起霧 根本還來不及反應 已經連人帶車摔出去 不敢相信駭人摔車的 竟然是人行道 可是仔細一看 這個角落怎麼躲出一大塊 那附近有很多人發生車禍 都是因為那東西造成的 也有人因為到車的時候 屌下屌在那邊 或是因為有高低差的關係 也是設計不良 也是管理不上 22號晚上9點半 新北市板橋區 一名19歲 蒲姓南大生 驗著縣民大道三段 往環河西路死短方向之心 來到巷口右轉 不小心擦撞 人行道邊緣自摔倒地 不信其事 身上多處擦傷 信天愛車 多出好幾道刮痕 還是大學生的他 還要花好大一筆維修費 仔細看看這條人行道 轉塊以外的地方 多出一塊水泥三角洲 原本畫紅線的地方被覆蓋 人行道轉角直接炒出去 機車沿著紅線轉彎 一不小心就回半島 我打電話到1999 然後養公宿說確實是 他們的主管範圍 然後我再打去法治局 法治局說這個地方就建議我 提起國家賠償 不信其事事後申請國賠 只是這一塊到底是誰填加延伸的 相關單位還需要進一步調查 或許原本是好意 但沒想到設計不夠完整 也沒標示清楚 最後反而變成一塊絆腳石 TVBS新聞事協員蔡新瑜 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